在晨姓男子到醫院的白色轎車停在路邊 被警方拖掉回去 進一步見識採證 車底下留有一條常常傷者的血跡 而醫院急診室停著警車 遠景靜靜出出 因為23日下午4點多 一名25歲的晨姓男子 緊急來到醫院急診室 左大腿心血直流 晨姓男子到急診室去 儀式是受到槍傷 左大腿有穿吃儀式槍傷 自稱是在今天下午 在本分局轄區柴山地區的某棟 廢棄的房屋裡面 遭受到榴彈波及 一發現是槍傷 醫院趕緊通報警方 第一時間晨姓男子說 是在柴山一棟廢棄建築被榴彈波及 但警方釣越監視器 卻沒有發現晨姓男子 搭乘的這輛白色轎車 有進入柴山地區 而且柴山地區也根本沒有拔場 本分局調閱相關的 進入柴山地區的入口牽涉器畫面 並沒有他們所工程搭乘的 這部車輛進入柴山地區 曾姓男子言辭閃爍 恐怕沒說實話 警方一再追問他才又說 是在車上跟朋友玩改造手槍走火 曾姓男子到醫院就醫的時候 是由另外兩名男子送是大同醫院的急診室 但是這名兩名男子急速的就離開了醫院 送傷者到醫院的兩名男子 最後把車丟在路邊 匆匆忙忙改搭計程車離開 從陳姓男子的槍傷到這兩名男子都很可疑 警方要尋現找到涉案的另外兩個人 才能釐清案情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